如建筑物中使用了食棉 则有可能危害使用者的健康 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如建筑物拆除及食棉固化等 食棉是天然矿物质的一种 食棉具有耐高温、耐磨等特性 因此有多种用途 尤其作为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建筑行业 食棉对人体危害性在于 吸入食棉粉尘有诱发下述病症的可能性 有可能使用了食棉的建筑物 多数是2000年以前建造的建筑物 也包括以隔音、隔热、防水等为目的的住宅在内 有可能广泛使用了食棉 去除烹涂食棉 含有食棉成分的保温材料 耐热保护层等时 必须用塑料板等隔离作业区域 保持负压 当去除含有食棉成分的 几塑成型预制板时 尽可能不要破坏或折断预制板 原则上应当整体除去 如不能整体拆除 应当将其充分湿润 拆除的同时 使用高性能吸尘设备 原则上 作业前必须喷洒清水或药液 使食棉湿润化 从事建筑及建造物的解体改装等作业 与食棉固化或封装作业 与食棉固化或封装作业的操作人员 必须接受食棉有害性及保护用具使用方法等相关特别讲座 从事建筑及建筑及建筑物的解体改装等作业 与食棉固化或封装作业的操作人员 作业时要遵从作业负责人的指示 避免被食棉粉尘污染或吸入食棉粉尘 在包含食棉拆除作业的建筑解体等作业 及食棉固化或封装作业中 要使用呼吸保护装备 作业服或防护服等防护装备 在建筑拆除等 包含食棉拆除作业及食棉固化或封装作业中 使用呼吸保护装备 防尘面罩 人工呼吸面罩 作业服或防护服等防护装备 食棉相关的作业现场 应禁止无关人员进出 且应在显著位置放置警示牌 食棉相关的作业现场 应当禁止吸烟并且禁止饮食 常在食棉粉尘飞散场所工作的从业人员 应当从住职或调换到该职位时开始 每六个月一次 定期接受食棉相关的特殊健康检查 中文字幕提供